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后 佩林卡接连牵下普林斯 雷迪什 文森特和海斯 再加上须约里夫斯 巴村磊和拉萨尔 新赛季的胡人将会冰墙马壮 然有兴趣的是巴村磊 普林斯 范德比尔特 雷迪什 再加上詹姆斯 胡人这封线储备一下富足起来 甚至可以媲美快船 猛龙这样的封线大队 不过 细看的话 胡人的封线还存在瑕疵 准确地说 缺乏自主进攻能力 范德比尔特 攻若守强 不需多言 雷迪什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寒冰射手 况且 现阶段最大的卖点是运动能力 巴村磊诚然重头稳定 但问题是并不具备德罗赞 伦纳德等人那样的持球发起能力 数据上 22-23G巴村雷场均突破2.1次 命中率52.5% 其后赛两项数值分别为2.6次 61.3% 虽然攻坚效率不俗 但场均突破不足3.0次下样本太小 普林斯的问题和巴村雷一样 虽然远头能力出色 但也是不具备自主进攻能力 那么说 缺乏自主进攻对胡人影响大不大 我认为肯定是有影响的 理由一 詹姆斯 现阶段的詹姆斯不是28岁 而是38岁 如此一来 频繁的持球攻坚不利于体力的保持 况且 频繁的持球攻坚也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理由二 技战术 22-23季胡人只有詹姆斯 施罗德和上半季威少的受助功率低于50% 也就是说 大部分球员在终结上都是吃饼形 如此一来 具有一个稳定持球攻坚的球员 在能有效压缩对手防线后不但能自身终结 还能为队友创造机会 既然有影响 那么胡人就需要进行调整 补强 与此同时 22-23季德罗赞场军突破11.0次 命中率58.1% 此外 在突破中利用3.8次传球还可以转化0.8次助攻 数据而言 德罗赞也具备很好的突破攻坚能力 而且 也能做到在有效压缩对手防线后为队友创造机会 基于此 胡人可以将补强的目光放在德罗赞身上 对胡人利好的事 狼左 鲍尔 殷商新赛季将会继续赛季报销 而拉文又处于聆听报价的状态 这么一看 公牛有重组的可能 对阵容重组 乃至重建的球队来说 最渴望的就是到期合同选秀权 这两点胡人都具备拉赞尔 次伦 因此 胡人拿出拉赞尔 普林斯 次伦的筹码 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可能得到德罗赞这位六届全明星的 从公牛角度看 首先 拉赞尔虽然是一加一合同 但基本上是到期合同 其次 常规赛的拉赞尔还是具备一定极战力的 换言之 能够很好填补鲍尔缺阵留下的空白 至于普林斯是到期合同 对后续操作不影响 次轮可以用于日后重组 甚至重建 从德罗赞角度看 洛杉矶是家乡外 在拥有沾眉下胡人也是具备冲冠实力的 更重要的是 胡人超高曝光度不但有利于后续拿合同 也能促进商业价值的提升 因此 在能满足对方球队 球员的情况下 这笔潜在三换一的交易还是非常有望达成的 另外 这个休赛期 76人后卫詹姆斯哈登 似乎已经做好了和球队死磕到底的准备了 自从他在中国型炮轰的球队总经理 并且直言他再也不会和莫雷在同一支球队工作之后 这基本就是逼着高层在他和莫雷之间二选一 说白了 76人想要在新赛季保持队内安稳 他们必须要有所行动了 而在安静了一阵子之后 哈登又有新的消息了 他的团队再次放出一些有关于哈登要离队的消息 折磨着76人的管理层 根据NBA记者文森特·古德维尔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哈登已经和伦纳德 保罗·乔治有过私底下的对话 并且他们几人之间也已经就合作达成了一致 根据补充报道称 哈登主动联系了乔治和伦纳德 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 很显然 这则消息估计又是哈登的团队通过知名的NBA记者放给外界的 同时也是给76人管理层看的 哈登正在按照他的计划 一步步逼着76人妥协 他就是想让76人在有关于他的交易问题上 失去主动权 拿到更少的回报 强迫76人无法得到他们心仪的回报 而且还要承担哈登在训练营闹事的风险 自从赛季结束 哈登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之后 被76人总经理欺骗之后 他就已经决心要强行离开76人了 当莫雷没有兑现他给哈登的承诺 造成后者牺牲巨大之后 哈登就已经做好了和76人闹翻的准备 他放出消息称 绝不会让76人在这个休赛期好过 随后便删除了个人社交账号上的76人球员标签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随后哈登公开提出交易申请 把矛盾公开化 眼见76人停止与快船的交易谈判 哈登又炮轰了76人总经理 怒骂他是一个骗子 这次哈登的团队又放出他和乔治伦纳德达成了一致 这无疑对76人又是一个打击 另外联盟方面已经开始调查 76人此前是否有为了避税的违规操作 森林郎在21世纪初的阴阳合同 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们用了接近20年才摆脱了于南的身份 而哈登在面对调查员的调查时 又十分配合 他巴不得将76人幕后的一系列违规操作 全部都抖出来 尽管哈登如今和76人彻底撕破脸的做法 让他自己也受到了影响 未来是否还会有球队给哈登长约 这是个疑问 但似乎哈登已经做好了和76人鱼死网破的准备 他不会再为76人出场了 他也没有参加76人训练营的计划 这些年 自从离开火箭之后 哈登的情况多少让人感到唏嘘 他不仅不再是那个MVP级别的超级巨星 而且他如今似乎很难再拿到顶新的长约了 更不用说 哈登损失了很多金钱 而且他也没有拿到心仪已久的总冠军奖杯 不过 话说回来 哈登也确实运气不好 他拒绝火箭两年1.05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当时看来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留在火箭是不太可能夺冠了 去蓝网 他可以组成超级战队 没人能想到欧文会如此作妖 杜兰特也会如此纵容 这不怪哈登 拒绝蓝网的三年1.67亿美元续约合同 这也没有问题 虽然杜兰特完成了提前续约 但哈登搞不明白欧文的情况 加上欧文因为疫苗令的问题被禁赛 哈登没有续约 这也是说得过去的 毕竟长期留在蓝网 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下 哈登想夺冠似乎也有点不切实际 随后来到76人 恩彼得的情况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哈登还为了争冠 放弃了1400万美元的薪水 从个人角度而言 哈登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可他遇到的人 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今 哈登的职业生涯 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也可能是一个大的拐点 经历了这些年的痛苦之后 哈登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如果钱拿不到 那他就全身心追求总冠军就好了 这一次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快船身上 而且考虑到他的合同 只剩下了最后一年 哈登算是有一定的主动权 他现在逼宫76人 即便最终无法得偿所愿 哈登也可以放低姿态 先回到赛场 等赛季结束之后 拍拍屁股正式走人 匿质